欢迎来到我们的华尔街网报节目 今天我们带给大家一个充满活力的新闻代数 涵盖了从全球利益盛业到加密货币专家 再到苹果人工智能的最新动态 让我们一起来看看全球经济的这场大戏 以及中国在一带一路倡议中 如何将技术专厂作为新的推荐力量 在接下来的新闻中 我们还将探讨特朗普对中国公司生产的墨西河汽车 威胁征收百分之一百关税的最新动态 同时人工智能如何帮助传承漫画之神首肿秩序的遗产 以及日本动画电影南海与鹿鸟如何提供好莱坞无法提供的东西 也是我们今天关注的焦点 最后不要忘了还有关于TikTok澳大利亚面临的挑战 木买新机场的雄星勃勃计划 以及日本在爱驱动的医疗技术方面的进展等精彩内容等着大家 这一切都在今天的华尔街网报中 所以请大家继续收看详细内容 一起探索这个不断变化的世界吧 加密货币专家全球利率盛宴 苹果人工智能日本银行将成为焦点彭博社 本周将举行一系列中央银行政策会议 涵盖全球经济近一半和十个最活跃的货币中的六个 日本银行将成为焦点 因为关于一七年来首次加息的猜测已经达到了白热化 美联储也将受到密切关注 因为它可能会表明是否仍然计划在今年进行三次降息 其他重要事件包括小米进军电动汽车市场 中国前两个月的活动数据 以及休斯顿的SPECERV会议 中国的技术专厂被吹捧为一带一路进展的新动力南华早报 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 比而越来越注重与合作伙伴国家分享技术专厂和知识 而不是优先考虑大规模基础设施项目 这一转变旨在为中国企业培育新市场 抬善中国的全球形象 中国企业家和专家正在全球各地传播 包括他们在农业城市规划可再生能源和医疗保健等各个领域的专长 微洲国家尤其受益于中国的技术援助 项目范围涵盖从农作物生产到害虫控制 再到医疗保健 比而挨对知识转移的强调 被视为一种更安全更可持续的方式 以扩展该倡议并扩大中国的全球影响力 预计未来几年中国的专业知识分享将增加 特别是在缺乏技术专长的国家 自二零零零年代初以来中国一直通过农业技术示范中心等倡议分享其农业知识 现在BRI正在扩大到包括可再生能源城市规划和海洋技术等领域 中国承包商和专家发现海外工作可以增强他们在中国以外的信誉 而较富裕的国家可能会选择最好的专业知识 而不管它来自哪里 BRI以技术专长为主导的阶段 存在着让中国陷入发展中国家的风险 但中国正在寻求其他形式的回报 如获取自然资源或政治支持 中国在BRI框架下的技术专长分享 是出于塑造更好的全球形象 确立自身作为全球大国的愿望 这也是因为中国面临海外投资机会有限和信用风险的担忧 国有企业将继续在实施BRI项目和相关商机中发挥重要作用 总体而言BRI对知识转移的关注凸显了与合作伙伴国家进行更可持续互利共赢的形式的接触的转变 特朗普威胁对中国公司生产的墨西哥汽车征收百分之一百关税 唐纳德特朗普表示 他将对在墨西哥生产的中国汽车征收百分之一百的关税 这一数字是他此前威胁对所有在美国偏近以南生产的汽车征收关税的两倍 特朗普在周六的俄亥俄州集会上发表了这些威胁 直接针对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 特朗普还威胁对中国汽车征收百分之五十的关税 并对所有中国商品征收高达百分之六十的关税 以及对全球任何地方生产的商品征收百分之十的关税 特朗普对中国采取报复措施的威胁不予理会 人工智能帮助传承万化知识首种秩序的遗产 日经亚洲人工智能案 艾已被用于创作一部首种智虫的经典漫画系列黑捷克的新作 这个艾项目是生成是艾艺艺术家和研究人员的合作 旨在探索艾研究人的合作 旨在探索艾在艺术家风格创作作品方面的效果 项目团队选择了首种智虫的黑捷克作为研究对象 因为它是他最受欢迎的作品之一 并且有大量数据库供满艾学习 虽然艾在创作简单情节和角色的整体形象方面很有帮助 但在艺术质量和情感表达方面 却不及人类艺术家 情感是首种智虫作品的关键元素 对艾艾说很难表达 这部名为心跳标记艾艾的新作 探讨了一个患有人工心脏的患者的手术 首种智虫被译人类的含义 首种智虫被译为漫画之神 对全球的漫画和日本动画产业产生了重大影响 一生罗众无少奥斯卡获奖影片 南海与鹿养提供了好莱坞无法提供的东西 日经亚洲聚美国分销商Geeks总裁大卫吉斯特德特表示 日本动画电影具有好莱坞电影 具有好莱坞电影所缺乏的吸引力 该公司负责在北美市场推广奥斯卡获奖影片南海与鹿养 吉斯特德特表示 日本动画以强烈的故事感和视角 复杂的角色和精美的动画为特点 与欧洲动画相比 日本动画在青少年欧洲动画在青少年和成年人中都很受欢迎 联盟加大呼吁禁止TikTok拼起与中国的关联 澳洲ABC 如果TikTok不与中国所有权划清界限 澳大利亚联盟党的网络安全发言人表示 该应用应在该国被禁止 美国众议院最近通过了一项法案 要求TikTok和中国所有者字节跳动出售该应用 否则将面临全国禁令 澳大利亚政府目前没有全国禁令的计划 但正在寻求立法选项的建议 联盟党认为TikTok被澳大利亚的民主构成风险 并且用过数据可能被中国政府用于情报收集和宣传目的 孟买雄心勃勃的新机场 好资二十亿美元是中转枢纽的完美候选者 南华早报印度的阿达尼集团 正在建设孟买附近的一个新机场 以测试其是否能将印度放在全球航空地图上 该机场预计将于二零二三年三月开始运营 最初每年可容纳二千万旅客 如果需求足够到二零三万年将增加到九千万 阿达尼机场控股公司的首席执行官阿伦班萨尔表示 该机场可能成为一个国际争转枢纽 该设施需要有足够的航班和地面设施来吸引国际航空公司 班萨尔表示 阿达尼正在与大多数航空公司讨论如何加快旅客流程 该机场将设有两条平行跑道和四个航站楼 是现有孟买机场的两倍 日本四万亿美元的离岸基金 将股市第一次日本银行加息 彭博设在彭博市场实时脉冲调查中 只有百分之四十的受访者表示 他们相信日本银行BOG自二零零零七年以来的首次加息 将促使日本投资者将资产汇回国内 调查发现BOG政策利率有限增长 可能使日本与其他主要经济体之间的收益差距过大 使日本投资者难以跨越 从而减轻了对政策转变影响 但政策转变影响的担忧 然而百分之六十九的受访者表示 他们预计日元对美元汇率将在二零二三年底在一二零至一四零之间 而上周五约为一四九 威西不打球了 不这就是体育迷的一个风险 华盛顿邮报 利昂·威尔·梅西缺席最近一场足球比赛 令球迷们感到失望 令球迷们感到失望 并引发了对体育赛事篮票价格的质疑 梅西因腿筋问题无法上场 球迷们位在华盛顿特区奥迪球场的门票支付了高达一千美元 一位名叫圣地亚哥哈格的球迷表示 虽然他理解梅西需要休息 但美国职业足球大联盟应该限制门票价格 他补充道这不是为了发展足球 日本正在未来驱动的医疗技术突平道路 日经亚洲随着日本人口迅速老龄化 医疗人员短缺问题日严重 日本越来越多的开始使用人工智能技术来解决这个问题 这些工具有潜力帮助医护人员治疗日本的老年人口 例如能够追踪生命提升的智能手表和辅助手术的机器人 然而人工智能算法的不断添化 带来了独特的监管挑战 包括道德数据使用 算法偏见和长期可靠性 日本通过与最佳实践建议相一致的政策 引领着解决这些挑战的道路 乌克兰战争和对俄罗斯的制裁使北极合作陷入停滞 南华早报北极理事会是一个北极治理的论坛 经过两年的争断后 它已经恢复了工作组会议 由于俄罗斯与其他理事会成员在乌克兰冲突上的政治紧张关系 理事会的工作曾经停滞不前 会议的恢复被视为一个积极的发展 可能为理事会成员之间的互动和参与增加扑贫道路 然而人美仍然对俄罗斯的下一步行动 以及其暂停向理事会支付年度费用表示担忧 由王宏支持的智利铜矿将获得二十五亿美元的国际贷款 日经亚洲日本国际合作银行 智比IC计划与韩国和德国政府附属金融机构以及其他贷款机构合作 提供一笔二十五亿美元的贷款 以支持智利一座铜矿的扩建 该贷款预计将支持安托法加斯塔和王宏运营的 全TNOW的产能增加约十四万吨 由于全球对统的需求上升 同已成为各国经济安全战略的焦点 同被用于电线和可再生能源供应链中 谢谢您的收看 上面播报的内容是六度团队推荐的全球专业媒体智库 政府机构和行业专家的最新报道分析简报 更详细的内容请大家去这些媒体智库的网站阅读 这些内容并不一定反映六度简报的立场 亦不能作为任何决策的建议 六度团队由专业媒体人学者科学家组成的独立新型媒体 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专业要求 订阅各种简报 网址是6W6 当面在世界任何地方都可以通过电邮收到六度简报 中文字幕志愿者 邀请报名 中文字幕志愿者 邀请报名